大家好,我們是第三組 我們今天介紹的主題是新年奧運會的介紹與比較 新年奧運會的設立主要為了加強各國新年運動的體育交流 給青少年齡官的鍛鍊的平常聚會 在年輕人之間提升運動的意識 在國際奧運會羅格委員的參與下 於2007年創辦,然後每四年舉辦一次 主要分為冬季奧運會與夏季奧運會 在青少年會的口號發佈當晚 南京也隆重舉辦了口號的發佈儀式 而穿過青少年會的口號 就是要用奧林匹克精神感到南京青年人 並在全世界推廣南京青少年會的理念 也激發全世界青年的參與感 還有熱情和活力 而他的英文是share our dreams share our dreams share our dreams 同時也代表了目的還有途徑 他的目的是促進全世界青年相互間的交流 和理解 然後還有認識 並共同 建築美好的未來 就等於是share our dreams 那我會自行文 會決定在2018年 布宜諾斯愛里斯舉辦的第三屆 夏季慶奧運會 既定的28個比賽項目中 新增體育舞蹈、空手道和運動盤隊 這三個下面 空手道由男子女子各三種對打形式組成 體育舞蹈由男子女子符合對戰的方式來呈現 運動盤登則分成三組形式 就是牽、抱持、速度組成 青澳不同的地方總共有三點 第一點是注重 奧運是最高級別的競爭和教練 青澳只是注重交流、融合、分享 第二點是年齡 奧運會有年紀不一的競爭 而青澳只是會依照年底的分成來進行比賽 第三點是規模 青澳規模比較小 足夠讓小國家可以舉辦這樣的比賽 第三點就是青澳奧運的不同 這個比賽很特別 它有成績但是沒有設立獎牌 這個設計是為了減少比賽選手的經濟上的壓力 讓選手可以更能享受這個比賽 選手是來比賽的 更是來教朋友學習的 其道會有三人籃球 三人籃球 還有世界聯合大競爭 三人籃球起源於美國建築籃球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 稱為現代三人籃球 變化後 對於運動選手 耐力與技巧上 有更高的要求 沙沙採選我們是一項 積極的運動項目 它具有很強的 精彩性 還有慣性 新奧會特別要求運動員 參加文化教育活動 並設置十五個 幫忙繼續想像的比賽 其中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世界聯合大競爭 它是不同地區 不同種族 不同國家 不同系列 訓練項目不同的 前進選手 進行組隊比賽 體現奧林評分的大家 在阿里的團體 有一點協助 團體奧林評分的提升 在阿里的團體